一位87岁的老人在美国街头被踹飞 就因为这件事呢 就导致了这位老人决定放弃美国国籍 坚决要回中国养老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生活在美国德州的敦敦妈妈 美国旧金山标准报1月29号报道呢 说是在美国加州旧金山 一位87岁的美籍华人 无缘无故在街头遭到袭击 袭击他的人跟他又无冤又无仇的 甚至根本就不认识 而且据说这还不是他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第一次遇袭被打到骨折 还缝了八针 虽然报了警呢 但是因为没有找到打他的那个人呢 也就不了了之了 第二次这个老人就坐在轮椅上 估计是在屋里太闷了 就出来转转 没想到莫名其妙被一个人踹到地上 导致头部严重受伤 缝了六针 这次呢倒是抓住了袭击他的那个人 可又因为对方是个精神病 只能作罢 第三次也是这个老人坐在轮椅上 在路上走 又是无端被人拳打脚踢 满脸是血 这次呢那个人也被抓住了 但这个人根本没有能力赔 甚至他的这种行为被判定为 只属于轻微的违法 估计最多也就是进去关上几天 就会被放出来 出来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根本没有什么用 经过这三次莫名其妙的殴打之后呢 老人对美国死心了 果断决定回到他的老家广州去养老 这位老人是在24年前 也就是他63岁从中国退休的时候呢 在大儿子的坚持下才决定移民到美国养老的 他的计划是到美国安享晚年 其实呢他刚到美国的前十年 也是一切都正常 但就是最近几年 随着加州治安问题越来越严重 连续三次在旧金山的街头 被陌生人袭击 老人跟大儿子商量过后 于2月3号回到广州 游在广州生活的小儿子 来照顾这个老人的晚年生活 最近几年加州的治安明显不如以前了 我在新闻里看到好几次 那里发生街头殴打中国老人 或者是亚裔老人的事件 所以这位老人的遭遇在美国 其实并不是个例 上次也是因为亚裔老人被袭击 吴彦祖还专门站出来发声 说亚裔应该团结起来 抵制种族歧视行为 可说实话 遇到这种事情 像我这种体格的 就算有心帮 也真没那个胆量去帮 但我觉得作为儿女 如果在美国居住的是安全区域 而且有那个能力 也有那个时间 可以把年迈 腿脚不变的父母 接到身边照顾 那就还可以 如果自己一家居住在美国 并不安全 治安比较差的区域呢 而且每天为了生计 忙碌奔波 根本没有办法去照顾父母 这样的情况下 真不应该把父母接到美国 我觉得美国很多知名的大城市 对于中国人 华人来说赚钱还行 专门跑去养老 确实我觉得 还是好好要考虑一下的 尤其是旧金山 近几年非法 因为越来越多 治安也越来越差 再加上语言上的障碍 轮化的差异 尤其是这个老人 65岁才到的美国 在一个陌生的环境 老人想找个 能说话的人都很难 所以看他三次预期 都是一个人出门 这种生活 我觉得恐怕 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的 这位老人已经87岁的年纪 腿脚也是非常的不方便了 将一个人坐的轮椅 在大街上去溜达 应该是他儿子 忙于生计 没有更多的时间陪伴老人 不然不可能让自己的老父亲 连续遇息三次 还放心他一个人出门 也说明他居住的 这个社区质安很不好 在美国低收入的区域 税收有限 锦利就相对有限 治安也就会很差 在美国生活的华人 但凡有点能力 都会尽量搬到 相对贵一点的安全社区 我们已经来美国有十多年了 我无法想象能连续遇到 三次这么极端坏人的地方 命都差点没了 为什么还不搬走 如果不是老父亲 执意要回国 后果无法想象 在美国如果没有工作 也没有收入来源 他是可以享受 美国政府 为独居老人提供的各种福利 以及免费的医疗 但老父亲从中国 千里迢迢投靠孩子 照顾自己的老年生活 而孩子为了享受 美国的这些福利呢 而且要建立在年迈 甚至要做轮椅的父母 冒着被打的危险 我宁愿不要这个福利 我一定会选择老父亲 跟我们一家三口 住在一起 方便照顾 这件事也侧面反应了 美元也不是那么好赚 并不是到了美国 你就会变成有钱人了 如果你在国内过得不如意 你千万别想着 到了美国 你的生活就一定变得富裕 变得多姿多彩 很多老人到美国养老的生活 也不是国内朋友想象中那样 天天跟度假似的 他们跟国内朋友描述的 只是他们想让你们知道的一面 背后不如意的一面 他们不想告诉你而已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小伙伴有什么自己的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聊聊吧